接下来 首先要回乡 大家做事有非常非常有功德的 功德特别特别的大 那么这个功德善有三宝 这个三宝 我不像我一个人去相守 我要分给天下所有的众生 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以我的这个三根 能够成佛 暂时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有心腹的生活 最终每个人都能够成佛 解脱 第二个要在自我坚持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很糟糕 全部都是胡思乱想 刚刚修心的人都是这样子 这个很正常的 但是这个时候要孤立自己 告诉自己 你这一做当中没有大好 没有什么成果 但是没关系 这个是很正常的 之所以要修心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杂念 没有必要去失望 绝望 都没有必要 但是下一做 我一定要努力 我一定要做得更好 有些时候我们做得特别的好 这个时候 我们会有可能会产生 产生有一点点的骄傲 这时候要告诉自己 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 你是不是这么了不起的 我看你下一做里面 你怎么样 就是这个时候 稍微要大击一下 这样子就平衡了 这个完了以后 就慢慢的起走 哦 我下车了 我下车了 我下车了